Hello 大家好 歡迎收看BiliBala Talk 跟大家講講2021年第三季 JP Morgan的業績 Morgan 大通 如果你記得的話 在7月中的時候 曾經跟大家分享過 第二季的業績 當時的目標價是 160元 市場價格是 150元 但如果跌破150元 就值得買入 我講完之後 中間有五六日的時間 曾經跌到146元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收拾貨 到今天為止 其實最高的股價 曾經上過171元 高過目標價160元 不少 不過 輾轉下滑 出賣業績之後 雖然是符合預期 甚至乎 都算是一個很強的 但是現在正在做 161元 正當錄這段影片的時候 如果對比起 去年同期的時候 他的Adjusted Revenue 就上升到 30.4 billion 輕微上升2% 這個Expense 方面 也是輕微上升1% 到17.1 billion 至於 撇帳 就有所改善 回復一個相對正常 1.5 billion的撇帳 以至於 在終日 Earning Per Share 3.7.4 上升28% 都算是帥氣的 如果看回一些 財務報表 Balance Sheet的數據 就算是 整體借債借出去的時候 上升了5% 隨著 美國人的 Saving Rate 之前不停地說 上漲了很多 現金的時候 以至於 儲蓄上升19% 非常之厲害 即使 公司的Book Value 上升9% 去到86.4元 就算你 去保守一點 不算什麼 Good Viewer Pattern 那些古靈精怪的 Tangible 的Book Value 去到69.9% 9% 上升 同樣地 不過 你按年 分析 是不是 那麼 值得參考呢 我們現在說 是要back to normal 對於銀行來說 你很難 去參考P-COVID 又或者 當利息不斷下沉的過程當中 而撇障不斷增加減少 增加減少的時候 不容易去做一個參考 所以 比較好一點的可能 就是參考 這個按季 對比起上季第二季的時候 那個業績 是否好看 既然 緊攻參考 未必能夠完全反映所有的一切 那 Revenue方面 按季 就下跌了3% 雖然 這個Expense方面 同樣的按季 下跌3% 以至到 At the end of the day Earning Per Share 就輕微下跌了1% 至於 這個 Loan Portfolio方面 就沒有起跌 Deposit 就上升 繼續上升了4% Book Value 和Tangible Book Value 都有輕微上升2% 和1% 算是 reasonable 帥哥 如果算分佈 在零售業務上 Revenue下跌了2% 最主要原因就是 Credit和Auto Loan 下跌了8% Auto Loan 我們都明白 隨著你有這麼多的Deposit 你可以付現金 又或者 你想買新車 因為供應鏈的問題 你有錢買不到 也可以理解 為何 Auto Loan 會相對下跌 至於 Credit Card 最主要是 利息 下跌 再加上 有不少人 其實 是 少了 這個Credit Card Loan Pay Off 做其他投資 又是反映了 Deposit 比較多的緣故 而至於 Expense 相對來說 增加了2% 主要來說 Marketing Cost 加大了 第二個板塊 是IB 投行 下跌6% 主要來說 是因為 之前 之前 在COVID 情況 很多人 或者企業 湧倒去 發債 或者尋求 指點迷津 變相 顧問費 和Trading fee 都相對增加了 現在 慢慢 回到正常 相應 有所收縮 但是 好消息 同樣地 Expense 都收縮了10% 很多時候 如果你看看 iBank 例如 Golmansec 有多少 通常 50% 派錢 給金融財 賺到 豬肉 當然 做到一隻狗 一年 做的工作 年 時期 比起正常人 多一倍 但是 人工多十倍 你看看 你的tradeoff 好像玩 魷魚遊戲 那樣 survive 到 賺多些 commercial 第三個版塊 商業方面的銀行 輕微上升1% 但是 Expense 隨著 增加人手 還有很多 Technology 科技上 上升5% 最後 Asset Wealth Management 投資管理方面 上升5% 無論是債券的總額 又或者是股票市場的回報上升 令到收入有所上升 不過 Expense 又從一時間地上升7% 當你賺多了 賺多了 賺多了 所以 就高了 Overall 你都可以說 JP Morgan 在back to new normal 的過程當中 都算是 非常之Smooth 以及 我自己都會覺得 第三季 都是符合 預期 雖然 在我的角度 沒有太多的驚喜 在當中 這可能 亦會解釋到 為何 股價浮浮沉沉 我仍然 維持 我自己的目標價 160元 不變 除非 第四季 更漂亮 又或者 去到那個時候 有一個 比較明朗 夏年的 outlook 是甚麼 如果不 暫時來說 我覺得 Conservative 還是維持 這個 我利身 我自己 都有些 不過 我不會再 爭持 繼續 保持 假如 之前 有爆上 譬如 170元 我可能 再放 那些 也未能 因為 本身 我打算 長期持有 變成 太高 或者太低 超高 我都不會 作太大的 改動 但是 如果你是未有 小伙子 我勸你 不要入 假如 跌回到150元 雖然 比較 less likely 如果 過股 他未必會 跌下去 如果 宏觀 整個市場 當然 他也可以 絕對 會有 央及持有的情況 今天 分享到這裏 帶頭龜繼續說 這純粹是 我自己的分析 我自己的操作 你自己 需要做自己的功課 自己股票 自己買 自己負責任 歡迎大家 Like Subscribe Share Billy巴拿托